卢老师 您知道我的最大梦想是什么吗 我觉得年轻人都有很多的梦想 我真的猜不到 我其实最想去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开眼界 那里是人工智能业界的防护军校 有很多优秀的开源项目 还有很多大神 而且微软亚研究院就在北京和上海 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当然有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很多学术和技术突破的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高级开发经理杨玉庆博士 和我们做一个学生开发者峰会的Kino 希望能给到各位同学带来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最新的成果 特别是在学术上 毕竟写一篇优秀的论文 是每个学生所向往的 当然能够去到微软亚洲研究院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 我觉得在里面非常非常多的大神 不仅他可以做学术 也在技术上面做了非常多的东西 对 是啊 那么我们马上就邀请杨博士上台吧 杨博士分享过程中 也欢迎大家积极提问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我是杨玉庆 然后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 我是在上海这边 首先呢就是非常欢迎大家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学生开发者峰会 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一些分享 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Research Helps Developing Mode 主要内容就是想分享一下我们研究院在很多研究员和工程师是如何跟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和开发者们一起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去给更多的领域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为未来插上很多更有利的翅膀 今天呢我会share很多我们这边之前做过的一些研究啊 然后跟这个各行各业们一起做的一些跨界的一些成果的案例 所以说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说以后我们有哪些点可以一起来做可以一起来做得更好 同时呢我们也会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些开源的项目 我们是如何利用开源的项目 然后在AI的尤其是现在比较热的人工智能的领域 如何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开发的工具 然后如何来做一个人工智能的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和大家的一些技术的分享 那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主要要分享的内容 首先呢可能我还是想先首先介绍一下 这个亚洲研究院的一些情况 微软的亚洲研究院呢是成立在1998年 其实已经是在中国是20多年24年的历史 然后在北京和上海呢 我们是有大概有300多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是我们公司在亚太地区设立的美国本土以外的最大的研究机构 其实它不仅仅是覆盖的是中国地区 同时也覆盖了像日本啊韩国啊还有台湾地区啊 这样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研究研究员和一些研究的一些合作都在有 然后通过跟世界各地不同学科和背景的专家和学者们进行一些鼎力合作 我们目前其实可以说是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比较先进的一个计算机基础 以及应用的一个研究机构 我们的目标呢是这个推动整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 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快速转化到我们的关键产品当中去 并且着眼于下一代的革命性的一些技术 争取能够助力公司实现一个长远的战略发展 同时我们这个我们从这个研究文化上来 我们也非常着重助力于在这个人才的培养 我们的院友会其实已经有这个几千名的这个同学和老师 以及我们的员工都是我们的院友会的成员 我们其实这二十多年间在整个中国 其实我们对中国的计算机领域的发展 也是伴随着中国的计算机领域 以及交叉学科的这些发展一起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首先呢我想给大家简单的 就是提一下就是一个研究文化的一个发展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九十年代我整个微软的这个研究院体系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最初的目标呢和使命是 就是在计算机领域计算机技术本身保持一个前沿的优势 然后当时我们的研究院的领导 就是他们这个创立的一种基础的比较独特的研究文化 是说一种面向产品和面向应用的一种快速的协作环境 然后我们的团队呢在人机交互图形软件 软件编程自然语言处理都进行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 并且跟很多产品团队呢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可以尽快的将这些技术应用到一些微软的产品当中去 但是后面逐渐的随着在微软公司在这个个人计算机领域的一些发展 以及我们对整个这边产生了一些新的这个我们的技术使命 像Satia其实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赋予了微软公司一个全新的使命 我们要预力全球每一人每一组织成就不凡 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也我们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自己的产品本身 我们也开始逐渐的开始拓展我们研究的这个深度与广度 然后开始逐渐的跨越这个计算机领域的边界 我们希望能够为人类为整个社会更好的通过技术来释放整个人类的潜力 那这也是逐渐的我们在慢慢的去聚焦到了一些新的这个研究主题当中去 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有有这样一些 比如说像科学和就是说我们在推动基础研究的一些发展 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科学和技术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觉得科学可能是这个科学家在做实验 或者说是做一些数据 但从在现在的情况下科学和技术从来没有如此紧密的相互联系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为全球研究界提供人工智能 超大规模计算和其他计算技术进一步的发展 从而用这些前沿工具来加速科学发现 并且使得科学发现能更加的具有民主化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技术通过赋能 进一步的发挥人类的潜力和创造力 因为我们相信技术的存在是为了进一步的释放人类的潜力的 然后我们专注于使人们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 使人们能够在工作和娱乐当中发现意义 并且始终与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保持联系 同时从个人到社会 大家也知道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 其实像持续发展气候主题 以及这个医疗健康的主题 也是我们始终面临的一些全球性的挑战 在这些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 我们坚信技术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仅仅说通过技术可以使整个社会 变成一个更加鲁棒的一个互联系统 能够识别社会和生态模式之间 并且协调大家的资源和行动 并且我们也希望这些技术 能够更好的使我们去理解人类生命健康的一些发现 能够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技术 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的服务 然后能够发挥自己的身心潜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在很多计算技术 健康和生命科学的一些交叉学科之间 开始进行非常深度的合作 同时我们也要从非常合规的角度 和responsible负责任的AI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确保技术是值得信赖的 是对每个人都有益处的 可以看到在这些主题当中 我们的目标都是通过技术的发展 对不同领域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和渗透 从而提高不同领域的这个从业者之间的效率 进一步释放从业者的这个创造力和潜力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有一个当我们跨越这个研究的边界 开始进入这个最前沿的交叉领域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发现和体会 就是不仅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种平台型和工具型 因为赋能这个词 赋能这个词大家其实已经提了很多了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这种深度交叉合作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需要一种更新的一种合作赋能的范式的 就是研究员开发者和XGX是指不同领域内的专家 我们要一起打破各自的边界 然后展开一种更加深入的合作 这个也是一种比较新的赋能方式 我们可以叫它合作式的赋能 后面我举的一些案例和YX 你都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的研究员开发者和领域专家 其实都是在进行一种非常深入的合作 然后来去解决目前最新最难最有意思的问题 然后在这里展开取得更好的一些进步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帮助科学家和医生 一起来探索未知 推动人类的健康和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些边界 就这主要对应的主题是基础科学和这个医疗健康的一些研究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非常明显的会体现到 我们之前的这个我们自己对于如何去进行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 和如何与开发者以及领域专家进行互动 这个也是经历了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的 像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我们之前很早之前做到的一个 人工智能应用于真菌识别的这样的一个case 那真菌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种非常顽固的一种感染性的一种情况 每年其实全球都有很多的人 他们会感染上这种真菌感染的一些疾病 但反过来说真菌的识别其实是非常难以分辨 因为它不仅仅是依赖很多局部的特征 有时候它也是依赖一些全局性的特征 一般来说都需要有这种非常专业的医生 来进行这个判断和诊疗 那相应来说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逐渐的开始将这个计算机视觉的一些技术 然后开始应用到这样的一个领域 微软与协和医院和辉瑞共同合作 我们以这个CV的技术更好地辅助医生 判别这个真菌的样本 帮助真菌的这个专家更快 更快速和更准确地去判断这种真菌感染的类型 那这个呢也是说在一开始我们所处的一个阶段 我们更多的是将很多CV的技术 或者说计算机的技术 应用到一些相应的领域当中去 那这是我们在一开始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随着我们各种研究的深入 我们发现在特定的领域当中引入机器学习 我们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之后 也从很多的领域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逐渐地意识到 我们并不是要拿着机器学习这个锤子 去四处的找钉子 而是我们要去深入的理解这个场景 然后从这个场景里面去学的更多 然后从而在这里面真正找到 为这个场景和这个任务真正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些 深度学习的模型 或者说是一些计算机领域的一些知识和工具 那这里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做的一个跟病理语音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其实就能更好的体现这一点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语言是人类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媒介 同时这个语言和语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理信号 比如说这个语音最直接的是 它可以反映一些人类发音器官的这样的 比如说肌肉啊声带啊 以及这个鼻腔和口腔当中的一些连接的这样的一些 气质性的一些信号都可以通过语音来表达出来 同时人类在大脑进行思考和一些能力和情感的时候 也会体现在人类的语言当中去 那这里我们其实就切入到了 当一些患者或者说是一些人 当他们具有开始具有某种疾病的时候 他的语音和语言其实会发生相应的一些变化 那基于这些变化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语音的分析 然后从而为医生其实提供一些更多的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但是呢 这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它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首先就是说这个患病者 他的语音与这个其他人的语音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同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直接去使用一些现有的 技术那就会很难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 同时一般而言 这个医疗的这个数据 其实它的数据规模都没有那么大 那相应的来说我们就限制了说 我们很难去训练非常强大的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 同时呢在这个医疗健康的领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 我们需要医生需要去理解这个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 从而我们的模型呢需要是具有一定的可解释性 同时呢也是说我们的这个语言模型要尽可能的将人类对于该领域的一些 比如说语言学啊然后语音学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现有的经验 然后能够尽可能的做一个结合和融合 那这也是说为什么这个任务是一个非常具有条件 它不能使用一个现成的这样的一个case来解决 而需要我们对当前的这个问题具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跟医生其实我们是从跟医生那边学到了很多 然后我们慢慢的才开始理解了这个问题 然后呢我们基于AI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首次使用千亿学习和采用音速级别的数据 然后再检测比如说鼻音混杂 鼻音混杂进度 然后我们达到了跟人类的这个医生的这个专家评估 基本上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准确度 同时我们通过融合语音学和一个语言学的特征 也使得我们基于AI的一个解决方案 在通过语音数据检测早期的二次海默 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性能 那通过这个呢我们会发现 我们不再是说我们把一些现成的模型直接拿过来 而说我们更多的开始从这个问题本身出发 然后开始去更多的理解它 然后为它定制很多东西 那相应的这个体验也体现在这个 我们在20年在21年亚日研究院取得的一个 针对新冠病毒的这个NTD进行的一个 歇行模型的这个这样一个研究中 我们通过对分子动力学的模拟 然后加速了对新冠病毒的这样一个致病激励的研究 那这个case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感染人体的这个物质呢 是一个S蛋白 S蛋白呢就是一种类似于Y字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专家们呢就已经意识到它Y字形的话 它就是上面相当于有两个分岔 一个是所谓的叫RBD 一个叫做NTD 那专家们其实对RBD的一个结构 其实有了一个更深更清楚的一个研究 因为它是跟人体的这个蛋白进行 进行一定的这个结合之后 会对使得人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患病 但相应的来说NTD的一个作用呢 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在这里研究的时候 就会发现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呢 对目前在在这个工作之前 对于分子动力学的研究呢 在S蛋白上的变化情况 它的模拟精度是非常有限的 然后因为整个S蛋白是有这个 更多的百万级别的这个原子 组成的一个完整的S蛋白 而在此之前 我们可能只能对十万个或者一万个点 进行一个抽象的模拟 从而很难达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模拟精度 同时由于这个模拟时间的 由于计算的这个体系的一个限制呢 也很难对一个充足的一个时间进行一个模拟 比如说即使是非常少的一个微秒 十微秒的这样的一个量级 但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一个仿真的部数 可能是要超过2的1000字房 这样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运算量 那所以说在在此之前 我们就很难去针对这个事情去做一个足够多的模拟 那我们的研究员呢 就针对这个做了很多这个计算上的加速啊 然后做了一些分子动力学模型的一些设计 从而使得我们真正实现了百万级别 百万原子级别的这样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模拟 从而发现了这个这个NTD 在发在这个病毒侵染过程中 发挥了一个这种线性的这样的一种模型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先通过针实验 我们通过模拟去做了这样的一些分析 同时呢我们又跟我们的 像清华大学的这些一些合作 去做很多这个实际的这个物理和化学的一些实验 就是相当于或者生物的一些实验 就所谓的湿实验和针实验的结合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发现他我们对于他的这个 一些蛋白质的一些特性 可以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就从而可以找到一种新的这种把点 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种新的这个 对他的这个 用针实结合的实验呢 验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从而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对病毒感染能力的一个抵抗 那这也是我们感受到的一个新的 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对这里的这个领域 产生新的足够的理解 同时我们为它产生一个新的工具和方法来进行计算 那相应的来说 在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时代呢 我们其实也积攒了大量的生物医学的数据 然后我们的计算生物学小组呢 就只在去找到这种大型的生物数据 并通过计算开始揭示这个生命和健康的一些秘密 这个研究呢 就是大家其实是一直就是找到了 我们的研究员非常敏锐的发现了一个 一直困扰着大家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计算的复杂度 往往会限制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 就比如说在薛定谔方程 在亚原子级别上 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描述分子和物质的行为 但是高精度的数值解呢 只是我们能去解决有少量原子组成的非常小的系统中才能得到 那如果扩展到更大的一个系统当中去 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数值解会越来越模糊的模糊性和近似性 这导致人物必须在规模和准确性之间 做出一个非常难以做出的这样一个权衡 那这也是为什么在量子化学计算 以及这个它已经具有了非常高的实用价值 并且是目前超级计算机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复合之一 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新的合适的用途 就是说我们可以兼顾科学发现的速度和准确性 我们可以将科学方程的数值解 看作是一个自然界的模拟器 从而让我们的深度学习模型去学习它这样的一个模拟和解 这个方程的一个过程 从而对我们很多感兴趣的计算 比如说预测天气的预测 然后星系的碰撞 然后很多化学反应的模拟 然后候选药物分子与目标蛋白的一些结合等等 从这些角度 从机器学习的角度 我们可以模拟过程中的中间细节 作为足够多的训练数据 从而用深度学习模型 做深度学习的仿真器 这种数据呢是完全标注的 数据的数量基本上仅仅取决于这个计算的开销 一旦完成这样的一个训练 我们的深度学习仿真器 就可以非常高效的执行整个的训练 并且大大提升这个计算速度 有时候我们的提升能达到几何数量级的 这这么大的一个提升 虽然说让这些模拟器变得更快 我们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但目前我们的AI4Science团队 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 由机器学习 计算物理 计算化学 分子生物学 以及软件工程等等 这个领域的专家一起组成了这样的一个科学智能团队 AI4Science的团队 其实我们已经在这方面 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进展 比如说以我们最新的Graphformer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为例 这是一个通用的分子建模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对分子具有强大的表征能力 可以在新材料的设计和药物发现能源有很大的帮助 Graphformer在最近的这个公开催化剂挑战赛中 夺得了冠军的这个成绩 这是一项 就是说这个比赛呢 它是指在用AI来模拟催化剂和吸附物反应的一种分子动力学的模拟 我们的模型通过密度泛寒理论的软件模拟 超模拟的一个规模到达到66万个这个反应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从而大大的提高是以前一个无法能够被计算的一个case 我们现在通过新的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器 使得我们能够去对它进行一个新的计算 从而相当于是为这个计算科学的这个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这是我们现在科学智能科学计算和这个AI4Science这样的一个我们研究院所在这个领域所做的一些非常新的一些发现和我们的一些目标 这是我在讲的第一个story就是我们FullScience 我们针对科学针对医疗健康 我们是如何一点点从浅到深一步步的意识到我们要从我们简单的应用这个计算机科学的很多 比如像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理解的一些模型和能力 慢慢的变成我们跟领域内的专家进行深度的一些合作 然后从而更多的是从这个问题本身出发去为它定制工具 然后这样的一层层的一层递进的这样一个关系 同样的这样的一些理解呢 其实我们也出现在了我们其他的一些很多研究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我们也是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最直接的我们对于这个负碳的计算 我们提出了也是基于这个用计算机技术 然后来进行这个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这样的一种减少的一些技术 进行评估和监测的这样的一些手段 我们叫它负碳计算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也是我们跟环境系啊 然后或者跟一些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一起进行合作的 我们会讨论二氧化碳的来源 然后将碳中和不同的路径进行去进行一些评估 比如说像土壤的碳循环 海洋的我们用一些计算机领域的一些技术 对有限的一些监测点进行一些差值 得到一些全球的一些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些监控的一些情况 同样的来说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仿真的模拟 那这个是我们用计算机技术 直接去解决碳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然后来应对这个环境的一些变化 同时作为一个微软的Error 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云计算厂商之一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倡导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叫做所谓的绿色的云计算 我们希望跟学术界的伙伴们一起 共建一个开放健康的一个研究社区 从而尽可能多的去降低这个 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消耗 从而实现更好的实现一个碳大风和一个碳中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基于我们在系统方面的一些深入的研究 我们其实发现在这个过程中 碳以及二氧化能量的一个降低 它不仅仅是一个一个层级的问题 它必须是系统的来考虑整个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首先要考虑在云上的这些工作负载 如何是让这些工作负载去做到一个更高的效率 然后更低的能耗 然后所以说这是基于负载的一个能源优化 同时因为现在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很多的数据中心的一些算力 其实是在进行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些计算 所以说我们也基于我们的很多研究 进行了一个更低的能耗的 或者说更对于碳友好的这样的一些 AI的一些技术 不深度学习的一些技术 包括更好的模型 然后更好的这个模型设计 和更好的这个架构搜索的一些能力 从而使得我们的这个工作负载 能够对二氧化碳更加友好 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能够降低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 同时的话不仅仅是工作负载这个层级 我们要去做很多事情 而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整个平台的资源的调度 其实也会很大程度上去影响我们这样的一个 影响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效率 所以说我们也在研究 如何通过高效的在线资源的分配 实现这个绿色的云计算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像Azure都是具有在全球调度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工作负载的很多的一些特性 从而实现我为这个工作负载 挑选到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地点 从而使得整体的它的这个计算所消耗的这个清洁能源更多 然后尽量的减少这个化石能源的消耗 减少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绿色云计算所讨论的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在云计算领域的话 从不同的能级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来降低这个计算本身对于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消耗的一个产生 同时的话我们的这个在此基础上 我们的研究员其实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些更更全面的一些覆盖 比如说我们提出了Cloud Intelligence和AI Ops就所谓的云智能 这些这个是我们的研究员是这个领域的先锋开拓者 我们致力于用创新性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像大规模的在线的故障预测啊 智能诊断啊 自动的故障修复啊 容量负载啊 这样的一些技术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更加可靠鲁棒 同时能够兼顾我们的运行效率和我们的这个能量效率 以及这个碳效率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型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云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计算这个领域 我们可以为其应对气候变化 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聪明材质和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刚才说的这个还是一些更直接的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减少计算本身 那其实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会继续往外走 我们去看到在整个这个供应链领域上 或者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计算本身 数据中心和计算本身其实又只是其中的一方 我们在进一步扩展我们的这个视野 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生产运输 以及一些加工库存这样的整个过程中 其实它的效率都是存在着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 它的效率都没有得到最最好的一个优化 这些没有得到最好的优化的效率 就意味着有时候会有机械的空转 或者资源的空置 或者说是会有一些额外的不必要的操作 这些操作其实本身它都会产生出一些更多的 消耗更多的能量 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碳排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 其实就是利用AI的技术 我们有比较先进的这个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技术 以及更多一些预测的一些技术类似的 我们来去提高它在整个这个供应链水平当中的 一个预测和智能管理的水平 然后来降低整个供应链的这种资源的空置 然后提高一个更好的资源配置的一个效率 从而达到我们的整体的节能减排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是我们之前应用于物流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这里进行的管理是一个海运中的一个集装箱调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海运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都是基于集装标准化的集装箱的 那这些集装箱在运输的过程中 当它把货物卸完之后 它其实是要返回到自己的这个母港当中去 然后去去进行一个调配 从而再去装新的一个货物 那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集装箱的运输过程中 那它一定会有能量的 比如说它要有燃料的消耗 而且一定会有这些碳的排放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这个算法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优化 在我们对集装箱的一个新的集装箱需求 进行一个合理的预测 并且在这个预测的过程中 我们来去优化它的这个 我们来去优化它的集装箱的这个 就是排放的这个位置 就集装箱运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从而实现我们以最少的运载里程 和最少的运载成本 不管是能量成本还是资金的成本 然后来满足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运营 因为这个实际的运营和上线之后 我们发现整体的情况 是可以非常大的降低它的运营成本 并且实现一个节能减排的目标 同时我们也研发并开源了一个 多智能体的资源优化的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叫它Morrow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它是一个首个与AI技术紧密结合的 物流当中的一个供需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通过这样的一些案例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用我们的技术 努力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跟我们的开发者一起去解决实际当中的一些需求 去解决实际当中的需求 然后从而让我们用技术的手段 去帮助我们构建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这样的一个目标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针对行业相关的 比如说一个是科学发现与医疗健康的一个领域 同样的还有一个是跟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专注在两个领域当中 那同时呢我们还做了很多针对于大家的 然后来针对不针对于特定的领域 而是希望能够普遍的来增强人类的创造力和成就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们用AI的手段来提升人们的这种学习的能力 不管是包括语言学习啊还是编程学习 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新的手段技术的手段 然后来提高大家跟多媒体材料和非结构化数据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能力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无障碍的沟通和信息聚合的能力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能够使人们提高整个人类的一个创造力 然后释放人类的一个潜力 比如说这是大家也许很多同学都已经知道 这是我们将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于语言学习的一个case 就是比较典型的是我们的微软小音和相应后面的一个新的服务 叫做微软爱写作这样这两个case 然后我们其实通过这个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语言学习的各个方面 比如说听说读写 然后像我们的这种发音的矫正啊 然后我们会用自然语言的一些技术和这个语音的技术 然后来针对语言学习当中一些特定的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错误 然后进行一些矫正和针对性的练习 同时像在写作的过程中 我们针对句法词法以及整个篇章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然后都会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建议和一些打分和建议 那这也是微软爱写作的一个情况 同时针对这个幼儿亲子互动的英语启蒙 我们也有微软小落号 那个也是更针对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学英语的一个情况 同时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中文的一个写作 就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微软爱写作 可以对英文写作进行一些帮助 同时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小学生的这个开始学写作的这样 写作文的这样一个中文写作智能辅导系统 像小华师这样的也是我们做了一些情况 通过这些的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个是针对每个人 每个个体进行一种针对性的这个语言学习的训练 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跟我们跟教育专家一起合作 能够提的是针对每个人提供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语言学习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除了针对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自然语言的一个学习 同时我们的很多的研究员其实也在讨论说是我们如何去学习编程的语言 因为这中间就是一个代码的一个智能 我们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这个开放领域的多语言的这个预训练模型 像Codeboard Graph Codeboard 以及UniX Coder 这个都是AI加这个软件工程领域比较基准的一个模型 同时呢我们也构建了这个Codex Glue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机 然后基本上涵盖了代码智能领域的始域向经典的一个任务 成为这个领域一个非常基准的一个数据测试机 这些其实也都进一步的帮助了我们在这个代码智能 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开发者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而且能很好的去帮助到大家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代码的检索 全审查 就审查比如说像CodeReview啊 然后一些建议 以及代码优化重构的这样的一些建议等等 各种各样的一些代码智能任务 这个也是我们提供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 与开发者的日常工作非常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能力 同时在语言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多媒体的这个领域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现在的时候 在大数据的时候很多是人与数据进行一个互动 在人与数据的这个互动过程中 其实更多的我们是跟一些结构化的数据进行的互动 但其实更多的在自然界当中 我们是有大量的非结构化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像多媒体的视频数据啊 像语音的数据啊 这里我们举了一个非常最近的一个项目 就是女娲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而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设计者 designer跟这个多媒体数据之间进行互动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他可以支持图像视频的跨模态的一个生成模型 可以而且并且是以超高分辨率的这个情况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对一个图像对他的这个框外的内容进行补权 就比如说这是经典的底下是经典的这个XP的这个 这个就是wallpaper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外面的时候可以是一个非常连续的一个风景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个编辑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草坪上出现一匹新的马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对他进行一些编辑 或者说把文本变成视频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这里是提供了一种人与数据的一种更新的一种交互方式 同样类似的我们还可以有像编辑文本一样去编辑语音的一些工作 那这样也是都是说我们在探索一种新的人与数据 人与多媒体以及非结构化数据之间的一种交互的一种方式 那这种我们也是认为它是可以非常大的提升 人们对于这个数据和对于这个交互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非常大的来提供提高这个designer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效率 和做出很多以前很难做的这样的一些case来 相应的来说呢 我们认为除了说提高个人的一个 提高个人的一个效率 很大程度上我们也要提高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社会本身的效率 其中非常大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降低大家的沟通成本 然后来提高大家的一个沟通体验 相应的来说在微软的teams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或者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来去降低大家的一个沟通的一个 提高大家的沟通体验 降低大家的一个沟通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做了在疫情时代 做了这个together mode呀 然后有这个深度的一些噪声抑制 这些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 都已经在我们的teams里面 都已经得到一个新的应用 同时我们也在探索一些未来的一些可能性 就比如说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个virtual cube 是一个最新的一个 让大家可以体现到一种身临其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日常的交谈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面部表情 我们的眼神接触 这些都是自然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包括我们的手势 然后在面对面交流当中 不仅仅是语言本身 而这些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眼神 都是会提供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传递的这样的一种渠道 然而在当前的这种视频会计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 有一些视角的变化之类的 摄像头和屏幕的这个视角不一致之类的 会导致一个问题是大家的眼神接触并没有那么自然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的新的工作 像叫做Vorsal Cube 一个在这个会议系统中可以给大家提 完成一种提供一种近似于 近似于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就不管我们现在在哪样的一个视角当中去 当我们通过屏幕通过一些现有的硬件 所搭出来的这个3D视频系统看到去的时候 都好像我们是在面对面的一样 那通过这个他主要采用的一些技术 就是好像就比如说是这个 就比如说采用了一些眼神的捕捉啊 然后这个图像的校正啊 然后这个时候是的捕捉以及一些变化 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技术 可以实现到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 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去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未来提供一些新的 可能比如说屏幕之间的共享 这些这些情况都可以体现一些新的 一种合作的方式 更加无障碍 更加让人们在虚拟和在虚拟世界中 保持一种真实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沟通体验 对同样的我们在降低这个语言的沟通成本时候 我们做了这个低资源的积极翻译 它可以支持非常多的这种自然语言的一种翻译 同时可以降低大家对构建语言模型语调的一些收集的一些成本 上面的很多这些我们的一些工作 其实都是通过一种开源与开放的这个结构 来构建大家的一种沟通的一个桥梁 微软其实现在我们在尤其微软亚洲研究院 在开源领域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 比如说我们有学习社区 学生社群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开源活动 比如说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来 我们每年的这个开源项目的这个数目都是在不断的增多的 并且我们的开发者和我们的contributor也都是在逐渐的在越来越活跃 那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开发者的同学 跟我们一起来构建我们这些有意思的项目 比如说像LiteGBM的语言学习 像NNI的自动机器学习 像OpenPay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资源调度的平台 就类似的这些情况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去构建一些 低碳的开放领线的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我们现在围绕着这个人工智能领域 我们要提高这个模型的运行效率 提高模型的训练效率 所以说我们有自动自动AutoML 自动机器学习的工具NNI 我们有端侧部署的工具NNMeter 我们有稀疏化和模型压缩的工具Sparta 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机器学习的平台 像OpenPay 然后HiveD的Scheduler 它可以来更好的去调度GPU的资源 同时有NNFusion是现在非常先进的DNN的编译器 可以实现整个模型的编译效率的一个优化 那这些工具其实我们现在都放在了GitHub上面进行了开源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工具能够让我们的开发者们 可以更加方便更加友好的来构建这个深度学习的模型 也不仅仅是在全说明周期上不仅仅是去训练模型 也可以更好的去把模型真正部署到自己的APP当中去实现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普惠化 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也希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让这个目标变得更加的美好 那同时呢在不仅仅是工具 其实我们也构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教育学习的共建社区 在这个社区当中 我们希望的目标是构建人工智能教育的第一站 我们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些像我们的九步学习法 我们提供了一些基础的课程的配套 像基础性的比如说像神经网络的一些初级课程 以及我们还有更深度的像人工智能系统的一些高阶性的进阶性的课程 以及各种各样大量的案例 我们其实都在这个GitHub的AIDU这个社区里面都在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社区 通过我们跟老师跟同学们的一些线上以及线下的一些互动 能够使得大家在当前的这个领域当中 从入门到精通 从精通到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跟我们一起让更多的同学来接触到这个领域 然后来在这个领域当中做出更多的自己的贡献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 然后在当前的计算机领域 以及用计算机领域的更多的一些知识和工具 然后在更多的交叉学科的领域 然后取得更多的进展 让我们的整个社会 让我们的整个社区变得更加的美好 那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那谢谢大家 谢谢杨博士 我觉得你的分享非常精彩 也特别感谢杨博士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kino 夏同学 你是不是有些问题要问杨博士的 是的 刚才也是非常感谢杨博士精彩的分享 那么我前面也是在做到一些就是说强化学习在这个能源行业的减排这方面的这样一些应用 那么也很期待能够和杨博士进一步的交流 那么线上的这个网友们有这样一些问题 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是关于在校大学生的问题是想请问 就是说在校大学生的话 或者说尤其是本科生 他要做怎样的准备 有哪几方面的能力 他才能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呢 其实现在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研究院的比如说实习生的同学们和我们的这个FT的员工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限制一个学历的吧 其实我们有非常棒的这个研究师 非常棒的本科生的同学 其实都是在我们这边做实习 或者说作为他这个学术生涯的一个开始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说 我们其实更看重的同学们的就是两个能力吧 一个是动手的能力和一个是动脑的能力 动手的能力是说 毕竟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发展 非常快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去 那我们是一定是需要 我们不仅仅是要有idea 我们还要把这个idea能够落到实处 能够去构建自己的实验 能够去验证这些idea的这样的一种动手的能力 同时我们还需要就是希望同学们有一种动脑的能力 也就是说当我看到这些像比如说在计取学习当中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之后 我们不仅仅是满足在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和一个结果 我们更多的是要往前想一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动手和动脑相结合 我觉得只要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进行实习 或者说进行未来的工作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在各种领域当中取得更好的发展 谢谢杨博士 那么还有的网友比较关注的焦点 好像在于大模型的这个方面 那么有一位是问到说 请问微软亚音乐团队在多模台 比如视觉语音在原处理 结合的这样一些大模型的方案 有哪些已经运用到了生活场景当中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一方面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个创意设计的领域 其实多模台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发展 比如说现在像一些插画艺术创作这些情况 其实通过语言和这个vision或者video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像女娲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多模台的一个case 同时一个非常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应用 也是说将多模台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语音语言视频 然后或者说是一些医疗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人的脑电信号 或者说是一些呼吸的一些生物的一些信号 一起来做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判断 比如说像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啊 或者说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话 因为它会在早期会在一些肢体的动作 或者是语音语言上会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 这些情况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做一些多模台的语言的学习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并且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领域 谢谢杨同士的回答 我觉得接下来还有夏同学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么这边也有一位线上的观众是说到 他就想请问杨老师 他觉得自己在技术的这个工程化的这个方面 已经走了几多年 但他想可能接下来走偏AI研究的这个方向 那他想请问如何转型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像我们研究院其实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跟其他的研究院 或者跟很多国内的一个研究团体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有我们的创新工程组 我们始终觉得在这个 尤其是现在我们提到研究和工程 其实它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一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说二者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融合 那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在工程当中 首先有这位同学如果他有非常强的工程背景的话 这其实对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这首先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比较性的优势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地方 再同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要找到一个 合适自己去比较擅长的一个地方去切入 比如像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领域 或者说是像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些问题 去找到一个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这些研究当中 不管是跟数据的一些 如果说我们想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更加开创进的一些工作 其实我们离不开比如说数据方面 系统方面的一些支持 那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有更强的工程的背景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我觉得找一个合适的团队 所以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是能够发挥出非常大的作用和有很好的成长 好的谢谢杨博士 今天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也希望杨博士能够多多支持 我们微软学员开发者的很多的一些活动 包括说线上的一些分享 还有就是我想向你介绍一下我们夏同学 夏同学非常的优秀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给夏同学到亚洲研究院实习的机会 当然我们线上的小股份也是非常的优秀 希望大家也能到我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里面去实习 那杨博士那就谢谢你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 拜拜 谢谢杨博士